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是看到这个新闻 联合早报的 估计在哪个报纸上都已经开始登了 7月24号禁止护身通过本地的这个股购买A股 也就是说他是在觉醒 就是这个中共就在各个方面都在控制着国内老百姓的这个钱的动向 这是他的主要一个方向 第二个是包括咱们的美金账户 咱们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这是一方面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是咱们在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将在就是失业的各个大学生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然后把各个银行的纺织APP 还有咱们的短信发放平台 全部免费的给他们使用 全部都使用 全部发放出去 从明天就是从共匪国时间 明天就是将在这个视频下方开始发放 就是希望大家会使的就去使用去 包括平台里边怎么使用 包括还有我们的各个名单啊 是将有计划的去发放啊 各个地方有计划的发放啊 希望大家是有会使的有想法的可以去使用啊 随便随便去下载就是自己下载去使用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这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啊 就是他就是希望把所有的这个器官移植啊 作为世界的一个把柄 一个敲门砖啊 你包括这个国家之间就是都有这个器官的限制 对吧 你包括比方说德国 德国总理啊 缺肝了 就是干部啊 有有问题 换在本国化不方便 永远受到人权的监督 对吧 在中国呢 随便我跟你配行 所以说中国在在各个国家 包括领导内部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配行 包括有权力权钱交易之一方面 还有是什么呢 为他们蓝金黄做这个准备 你包括美国的一方面 所以说他肯定要 祸害国内的百姓 然后为他们啊 就是找出一些良好的器官来进行配行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如果就是包括现在也好 动了你的孩子 将炸死动你孩子的全家 我跟你说 必须这么干 要不他们胆大妄为 我跟你说 为什么胆大妄为 法律不管啊 你包括各个地方 现在所有的 大家通过快手也好 抖音也好 大家去查去 丢了多少孩子 所以说这些事情一定要严重性啊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 一定要 一是要保护好自己 最好不要发生 但是发生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 谁动的 弄死谁啊 这东西不能那什么 不能什么缓和 你比方说什么金官报案 我找去呢 别想啊 直接炸死他全家啊 就不要不要再想别的了 没有什么意义 好吧 这个是哪怕你不想牺牲 咱可以找别的办法去炸去也行 对吧 咱们也玩点策划 是不是啊 汽车呀 门口啊 是吧 小区啊 对吧 包括住宿啊 上班的地方都可以炸 知道吧 想办法就炸了 知道吧 必须把它炸死 炸死不行 就没有意义 知道吧 必须给点颜色看看 不能再纵容他了 什么什么金官呢 什么 报什么公安局报警 他屁用没有啊 所以说玩点狠的啊 不能老这么着陆下去 老这么着陆下去 我跟你说啊 他妈的不能老他妈当 当韭才 当他妈奴才 当惯了 是吧 该觉醒的时候就得觉觉醒 是吧 呃 然后还有一个就说什么呢 从他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35岁 求职现已大 60岁 现已 退休 现已早 是吧 800万的一个新生儿 现已少 1000万毕业生 现已多 这他妈的话啊 都他妈让你说了 知道吧 没逼脸 已经知道吧 我跟你说 就中共这两个字 已经没有逼脸了 知道吧 所以说什么呢 没法给你再他妈的 这么耗下去 给你讲理了 只能玩点他妈东西了 是吧 是吧 咱们就是旁敲侧击的啊 是想方设法的 把这件事情啊 就是 正在 勾画之中啊 正在就是想方设法的 做一些事情啊 西方很感兴趣的啊 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 包括这个 所有的就业大学生环境当中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的大学生 然后是 就是我们在有计划加入群啊 有计划加入群 然后 有计划的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把 能办的一些事情啊 我们自己 有计划去办的一些事情 把它办好 好吧 今天就在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